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太美丽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X小包 大家好我是马特 对马特叔叔啊 今天很高兴 请马特叔叔来录我的太美丽播客 其实我觉得马特叔叔很合适 因为上次见马特叔叔就是在曼谷对吧 对对对对 去年早些是 对我刚搬到曼谷来 正好马特叔叔来办点事 然后我们在曼谷见了一面 这一期的主题呢 我们商量了一下 最后决定就是 是一期狗粮主题的播客 因为马特叔叔跟你伴侣在一起多多少年了 我们其实是13年就确定的关系 13年是第一次date 然后就确定了关系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快十一年了 对而且已经领证结婚 幸福的安居在这个澳洲对吧 刚刚过了七年之一啊 对而且你们 马上第八个anniversary 对而且我相信熟悉你微博的话 一直会看你在微博上 date你的各种各样的生活 什么换房子呀 带娃呀对吧 马特叔叔跟你伴侣啊 就是你们都跟彼此的父母出柜了 对吧 而且都 对对对对 就是两家人就很很和谐 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的这个 梦梦以求的生活啊 马生我梦啊 对 所以我觉得 之所以两家人现在在一起比较和谐 是因为语言不通 OK 对这个等会我们细聊 今天的主题呃就是说怎么样去维系 或者说经营一个比较长久的呃 同志伴侣的关系吧 当然这是一个很很大的话题 对呃 但是我觉得今天呃 有马特叔叔这个很成功的例子啊 我也算一个 很漂亮的 因为我时间还久了 对我们两个在一起呃 是我们是11年 对所以今年已经是要迈入第13年 对去年第12年 但我们还没领证 但是engage engage 对算订婚 对所以应该叫未婚夫啊 那你们已经领证了 对所以呃 我就不啰嗦了 带你这个钻石的是吧 呃 没有我给 我送他的是有钻石的 哈哈哈哈 他给我的这个没有 因为这还是engage 角色就看出来了是吗 啊那没有 那没有那没有 你不能你不能这么把把把把这个 职人的刻板印象往往我们身上 好 我不重要啊 今天的主角是你来 马特叔叔聊一聊吧 就是呃 就是你你你这个学习啊 包括工作的经验对吧 然后怎么会留在澳洲的 怎么遇到科技叔叔的对吧 嗯 那我们其实不是在澳洲认识的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在美国 嗯 嗯啊那时候其实他去就就刚好知道我有一段空中 之前我们我们是校友嘛 知名酒吧 我表现有一个非常古典的网站叫人人网 我们上的那个时候我们这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上的时候还叫校内网 那还好那还好我我以为你要说什么朋友别哭啊什么 呵呵呵那个更古老啊 好 那个确实更古老那个嗯 嗯对我们在那上其实很早以前就就加过了 但是加我的时候就觉得好奇怪哦 这么老的一个师兄为什么来加我 是吗 他是你师兄啊 他比你年纪大是吧 对 他是我的 大师兄 他多大呀 他比我高了六届 真的啊 对 他比我高了六届 天呐 我觉得看形象以为以为以为应该是你你是成熟的那一个是吧 长了着急 大家都这么说 哦 但他只比我大三岁 那比我高了六届 因为他就上学早一点 我在东北那边上学就晚一点 哦 然后我生日又小一点 就就上学就莫名其妙的更晚一点 他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九年义务教育又只上了八年 可能是天才少年跳级之类的什么 嗯嗯 也就是父母为了让他早上学改身份证啊 总之 那那就没有 他他父母真的就是 一直到他的考完了大学了 他父母才说 嗯 那那个 那个什么大学是个好大学吗 就这个开始 哈哈哈 放养 嗯 放养的心 嗯 对对对 就他他他确实还挺天才的 从来也不补课 自己就莫名其妙的 学霸 那种 嗯 他都不知道自己能考上哪个大学 因为第二名离他的分非常非常远 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嗯 OK 就说当年是 问了问了很多那个招生的老师 人家跟你说 哎呀 你可以报往学校 他就报了 OK 嗯 OK 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很早很早以前 他就在在校内网上就加过 但那个时候我其实是 非单身 我是 我是 嗯 就在上本科的时候 就是一个 就就大家就 就已经跟同学出柜了 然后连戏里面的老师都说 嗯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 职举班的那个谁 马特 马特 那个谁是谁 老机专业户 嗯 就就就就就连 就连戏里面的老师都在拔报我跟我的前人 然后 天哪 就是就是就老师都开始高兴追学生的剧还行 嗯 嗯 但这就是其实呃 大家都觉得哇这么丑的两个人在一起 也就是这么丑的两个人在一起 嗯 可以 那时候就就只是加了个好友嘛 也没在一起 后来跟因为去我去了美国 然后前跟前人就就分开了 分开了之后呢 他就问我 就刚好他他那个时候在做伯后嘛 对 我在我去读博士 他他做了伯后 嗯 那他在伯后的时候要有一个机会去美国开会 就跟说要不要见一面 然后就见了一面 就那段时间在 其实我跟前人分手之后 也也叨了过其他人 但是跟他叨了的感觉就觉得 还挺不一样的 就很自在 嗯 就是就是会觉得 哎 为什么什么事情 因为你知道date的时候 两个人都要 假模假式的是吧 端着是吧 我是这样子的人 哎 我我我你们 你们你们是不是呃 你觉得你算是自信恋吗 因为你看你你你是博士对吧 然后他博士后对吧 而且他现在应该还在大学教书 就是我觉得是属于就是怎么说 嗯 高知人群 你觉得你算自信恋吗 还是你觉得你你认觉很宽都可以 我其实不觉得我算置信恋 就我确实不能不能让人傻子 嗯 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说 因为他聪明 所以我就特别的喜欢他 所以你喜欢他哪一点呢 就是他很随意 就是就是很轻松 跟他在一起就是很轻松 就是你跟别人date的时候 总要想说 哎呀我这句话说出来 会不会显得我很low 嗯嗯 哎呀我让他知道 我喜欢这个东西 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很没品 嗯 然后让他看到了我家里的这一面 是不是会他会觉得 我这个人非常烂 就是就是跟他在一起 这些这些顾虑是都没有 ezy going很轻松 对有的时候他有 也会主动跟你分享一些 看我喜欢我喜欢看网络小说 然后他说第一天啊 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 博士后吗 但是当年是优秀优秀毕业生 优秀博士毕业生 拿了优秀博士论文 自己一个人 博士期间发40多篇论文什么的 你怎么没看网络小说呢 嗯嗯 他说挺好玩的呀 就嗯嗯 累了不端着是吧 不在你面前装啊 嗯啊 你就觉得啊 原来这样 就觉得心里突然就觉得 啊那我的这些坏习惯 我的这些 也可以暴露出来 好对 就就那些 端不上上不得台面的兴趣 来说一说你哪些上不得台面的兴趣 喝酒啊 啊这这对吧 这你们共同的 另外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他 酒量非常好 我们俩在一起喝酒也非常喝得来 嗯嗯能喝到一起 就是啊 发现我们俩有很多东西就是 刚好能够 不用刻意的去磨合 就是见面之后 其实就刚好觉得还蛮 很自然 哎我发现真的有这个 这个点就是 长久相处的情侣啊 我觉得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timing要对 就是呃 往往不见得都是初恋 对吧 甚至也不见得是 呃 客观来讲 不一定是最来电的 啊或者说一下子就感觉什么 啊我就是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也不是啊 可能就只是呃遇到了 对吧 但是正好我觉得那个时间段 可能就是觉得 哎我好像成熟了 我好像那个ready了 对吧 然后对方正好也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时间很重要啊 对的时间遇到对的 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对吧 就你们两个认识的时候 大概都多大 嗯不到三十吧 就是二十七八岁左右 那个时段 但是也是 之前就是有很多 会有很多感情经历嘛 大家都会有一些感情经历 两个人都 都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 然后能够意识到 嗯 自己自己 不能够为了说 那个那个完美的对象 对对对 然后就就拼命的去苛求对方 对各方面吧 甚至很坦诚的说 我觉得呃 可能自己也做过渣胆吧 或者说你自己也 就感情 其实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的嘛 很多人可能不觉得说 好像好像爱情是一种本能 呃 我觉得本能的部分很少啊 就是本能的部分 可能是决定你喜欢男的 还是喜欢女的 这是本能 但是如何谈恋爱 对吧 怎么样跟一个人 对对对对 长久相处 这个事情真的是需要练习和学习的 那很不幸 可能之前呢 都是一些学习材料 呃 这样说也比较扎 对吧 但是的确就是 你的经验值是需要打怪升级积累的 积累到一定程度 你才觉得 哦 你知道感情是怎么回事 怎么样去经营一段感情 对 一个是timing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正好你也成熟了 对方也成熟了 对 还有一个共性 我觉得就是呃 彼此不用刻意的去找匹配的点 然后就能相处的很舒服 就是你说的这个 我觉得真的的确也很重要 哦 因为 就是嗯 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就已经很大了 但是嗯 在相处的过程中 确实还是有一些地方会会产生摩擦 对 但是你会觉得那些东西都是比较小的地方 如果两个人一开始在相处的时候 就是摩擦的东西比舒服的东西要多的话 嗯 可能确实就会就会比较难 对 当然也是 我觉得人越年轻的时候 可能身上那些棱角就越多 嗯 就越觉得哦 这个也是我的原则 哦 那个也是我的原则 哦 这个东西是我不能碰的 那个东西是我的笔线 就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金刚石一样的一个东西 没有任何一点值得改变 我觉得我太棒了 我这也是我的性格 那也是我的优点 我什么都不能点 我太棒了 对 但是就是久了之后呢 就可能跟一些跟不同的人相处过之后 你今天就会发现 哦 好像这个东西也没那么重要 那个东西也没那么重要 你要这个东西不是说谁对谁 所以就是你要你要你要每个人都在感情里面付出一点 你要你要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一点 最后就会让人像你说的是就就你当过几次渣男后面就会觉得哦我不能再当渣男了 那么就做一个做一个好一点的人 就让他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timing 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遇到一个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相处起来很舒服 然后共性大于差异 对吧 或者说你们已经可以很舒服的相处的这个模式 一开始就能很容易的找到啊 那后面有一些小问题也比较容易去克服 对对 不然的话是会比较难 对我觉得这两点是有共性的 OK 嗯 然后你继续讲 然后你们dating的觉得不错 呃 但是你们那时候都到美国念书对吧 是我在美国 他在新加坡 哦 就是那个 那两地很痛苦啊 对不对 两地就是先要克服的第一个问题吧 嗯 对他一开始在新加坡 然后在他新加坡 在做伯后的最后一年了 他马上就要就要出战 然后我们当时在聊嘛 就是到底要去哪发展 嗯 就是当时有几个选项 一个是他努力来美国 因为我在美国 他可以来美国 另外一个方 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 他回国 因为回国的话他有比较确 确定的 肯定能回国找到一份教职 嗯 然后到时候我毕业之后 我也回国 还有一个考虑就是 我们都去第三个国家 嗯 就是看一看哪个国家 可以 当时去美国的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是 即使他去了美国 我在美国的身份也很难解决 嗯 就是我美国 想留在美国 确实还比较麻烦一点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 当时 我们其实对美国也没有 那么喜欢 那么大的热爱 因为你也去美国很多地方 你那时候念书学校是在西海还是东海 哦 我都在中西部 中西部 大人 Wisconsin啊什么的 我们那个地方叫 美国的十字路口 印第安那州 就你 每个人听到印第安那州 第一次就是有印第安人吗 哈哈哈 我们有印第安那步行者 对是吧 嗯嗯嗯 就是就是一个一个 Bloomington 在在那个 Bloomington 里面 Sheldon说过一句 那个去说他们一个校长 去的 的的的 proud of Bloomington 他们一个校长是 印第安那大学毕业的 嗯 那个因为因为确实不是一个 我我待的那个地方也不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 明白 就是 而且可能就是白人为主吧 就是亚裔可能还挺挺明显的是吧 没有 因为我们是大学城嘛 啊 其实我们那个小城还好 当年在那个 Trump versus Biden 那个那个投票里面的时候 整个印第安那州是一片深红 只有我们像一个绿洲一样的是一个 被被红脖子包围的 对 一个稍微有点diversity的地方 一个蓝色的一个小点 嗯 对 然后因为美国有美国的问题吗 我们我们最近去美国也是有 就都去美国有一些顾虑 然后因为他的博士和博士后都不是在美国读的 就是学术圈其实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关系网 是的 缺少这个关系网呢 找工作也会比别人要要 要加一点 嗯 对 就是而且他当时本人就在新加坡嘛 他他也不能总是跑到美国来面试什么 就是会有一些顾虑不方便的地方 嗯 回中国当时我们其实认真的讨论过 嗯 但是最后 嗯 因为因为 就是实话实说他如果回中国的话 他自己一个人赚的钱 可能就比我们现在两个人家里赚的还多多多了 嗯 那就是我们我们我们当时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顾虑就是社会压力 嗯 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一起了 特别他很可能在大学里面工作 嗯 会遇到很多 就是就不仅仅是社会上的压力 在职场上也会有也会有他面临的压力 我听说是某些大学其实如果你不结婚的话都很难晋升的 对吧 很难凭什么郑教授啊或者什么 嗯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只能是说是我们的一个顾虑 我们也没有非常确凿的说 哦 你看哪个大学就是你要不要试一试 自己试一试就觉得 对吧 嗯 我也我也是听说谈到谈到那么那么艰难的东西 就我们我们两个一想说哦天天单位里的大妈就就天天追着你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看看 嗯我们这家的谁是谁那家的谁是谁 介绍给你啊你就相信去吧 为什么给你介绍你不去跟人家见一见跟你介绍一下什么 就是他一想他是一个非常怕麻烦的人 他一想一些事情他就觉得确实是挺麻烦的 嗯 所以最后我们就想说去一个社会压力小一点的第三方国家看一看 然后就后来就到了就到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progressive 就是他我觉得他在他在开放性方面其实还还要胜过美国一点 嗯 他要他的社会的社会的分裂要轻很多 所以就就大家都非常的chill 就就非常的非常的随意 非常的非常的轻松自在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们就说那要不然将来就都一起去澳大利亚的 所以就就那样他先他先到澳大利亚 所以我再问个问题啊 所以你们做这个决定之前就是呃 首先你们呃已经确认关系了对吧 觉得是要成期在一起的是吧 这个决定你觉得是你们共同做的呢 还是谁会更主动一点 哦我们当时我们俩是我们俩还真问过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谁追的谁啊 那就是但其实是我们两个同时就是我们俩其实就date了一个一个周末 他来他他去美国开会 他从东海岸然后飞到我那里然后跟我跟我就相处了两天 然后他就走了 该发生的也发生了 嗯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和谐也很重要吗 对吧 嗯 其实那一次还真没有发生太多的东西 就是就是嗯嗯嗯嗯嗯嗯但但但就是就是 但是就是两个人相处了相处了 因为其实我我觉得那次我还挺挺挺抱歉的 因为他最大很远来看我 但我刚好要就周一那天要做一个presentation 我周末的好多时间是我在那里那里做ppt 然后他那边没事我就我就准备我的那个东西 他就在他我觉得这种就是 妙在哪呢就感觉提前进入夫妇生活了你知道吗 对就是我就是 已经预演了你们以后 会在一起的状态 很神奇的一点就是 我会觉得很抱歉 但是他的态度让我觉得 卧尔斯没有那么内疚 就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在的状态 他让我觉得 我好像确实也没有 不需要那么内疚 可以做自己没关系 对我在家里给他做饭 其实就很简单 煎了两块牛排 然后他就 他吃得很开心 然后夸了一通 然后上饭之后 就非常自然的就把碗洗了 对啊 你看你们就已经很自然的 进入这种夫妇生活 很有默契 就是很自在的感觉 跟他跟他相处 就是相处了一个 其实就是相处了一个周末 然后他走了之后 我就开始找 当时有一个给你小猴子 我就跟他说 怎么办呢 你说我已经想好了 不要再谈伊底链了 离这么远 但是好像这些 这段时间见过的这些人 你们跟他都会 就这个感觉从来没有过 就真的好像非常非常喜欢他 好想跟他在一起 这个感觉 感觉跟我的是一样 就是你只有遇到对的 才知道之前为什么那些 不能叫不对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合适 对对对对 其实我之前对的人都挺好的 他们都很都很棒 就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差了一点点感觉 可能就很怕你之类的 这个就是感觉 立刻能进入夫妇生活 你都能想象那个 对吧 两个人在一起 长期生活的画面 立刻就没想到 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 很舒服 就是很舒服 然后我们 我在这边还在纠结 我就不停地问周围的人 哎呀 要不要表白 我要不要跟他表白 要不要跟他表白 表白会不会人家说 你离这么远 不可能 咱们就算了 做朋友吧 就真的 我正在纠结的时候 他就跟我表白了 然后我就当时 就开心了不得了了 一下就答应 一拍即合 所以我们两个 当然就会争论说 到底是谁先表白的 其实我觉得我是 我们两个也没有 无所谓谁先表白 是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很合适 这个就是互相的选择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状态 就彼此靠近的状态 挺好 好 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所以你们做这个决定 去澳洲之前 都跟家里已经出柜了 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决定去澳洲 其实还蛮早的 就是我们 我们在一起没多久 就开始聊说 去哪 以后去哪发展的问题 就既然在一起了 聊一下去哪发展的 其实13年那个时候 因为澳洲的机会 他那时候就已经要出站了 澳洲这边就已经给他offer了 嗯 就说那就那就去澳洲蛮好的 就是他找到大学的教职了 是吧 嗯 对对对 这是这是很早的事情 跟家里面出柜 其实蛮晚的 已经是17年 我博士毕业之后的事情了 哦 嗯 是嗯 他也没出柜 你也没出柜 是你们17年都在选择 去出柜的什么 我是对 我先出柜17年 我出柜的 然后他是再晚一点19年 嗯 对因为我觉得 嗯 既然要聊长期稳定的感情关系啊 呃 出柜本身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 但是我觉得 其实对于 LGBTQ群体来说 出柜非常重要 啊 我前两天 呃 看一个很有意思的访谈是 呃 也是我一个朋友 他他翻译了一个GV明星的访谈 那个GV明星很有意思 他是一个出生在音乐世家的人啊 很有名 嗯 然后呢 但是他又很喜欢玩那个最最下流 最色情的那个BDSM 捆绑啊 那种比较比较极端的重口味 对对对对之类的 然后他还拍这个拍这个video嘛 然后他就说 他父母很open啊 他父母本来就知道他是gay对吧 没问题嗯 但是他说 他知道他拍了这个A片以后 拍了GV以后 他父母 他他擅长使用英特网的父母 一定会找过来 然后相当于第二次出柜 就是哎 你还玩这个 对所以 所以我觉得 对我觉得出柜还是一个 呃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如果我我我一直觉得说 当然出柜不出柜是个人选择啊 但是其实 你想长期的经营一个稳定的关系 呃 像异性恋那样的呃 拥有一个呃 怎么说呢 我很讨厌这个词 但是不得不说就是所谓正常的生活啊 所谓的就是这种正常的生活 那我觉得其实双方父母的呃 肯定或者接纳还是很重要的 或者就是对吧 你干脆跟家里断绝关系 那也是另一种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稍微聊一下 就是你们怎么出柜的 然后呃 最后怎么怎么接纳彼此啊 这些嗯 哎这个问题说起的吧就很复杂 我是觉得每个人家庭的状况都不一样 我也有朋友就是没属归的朋友 在一起十几年二十年了 嗯 其实过得也还也还蛮好的 嗯 这个东西呢 跟你自己父母的状况 你跟父母的关系 你父母的包括你父母的身体状况 这些精神状况 对对对 其实都是都是有关系的 我之所以选择是因为我是一个还蛮无赖的人 就是我会觉得 哎我就出了身体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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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个态度 你觉得你父母是开明的吗 还是说你你你所谓的无赖指的是说 你可以接受任何的结果 就是在出轨之前 我是自豪的心理准备的 嗯 就我心理的准备就是大不了多跟父母往来 对吧 嗯嗯 这是当时的一个心理准备 但是我父母是非常开明的父母 嗯 他们是也不能说他们有多开明 他们主要还是非常的爱我 这个这个我觉得 嗯 你来分享一个 你来分享一个很很具体的吧 你是怎么跟他们 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你是当面跟他们讲的还是怎么样啊 那是这个这个其实是在16年 他们去美国看我的时候 嗯 啊他们觉得是我的一个小临谋轨迹 但其实不是就是他们发现我的日记 然后嗯 我跟我跟那个 对我是给我是记了我要写日记 嗯嗯 发现了我在日记里面提到了那个那个科技的事情 然后他他们觉得这是我出轨的一个方式 但其实我都不知道 但是但是他们知道了啊 后来到了17年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嘛 我先是跟 我带我妈出去旅游 你说我我爸有工作我妈退休了 我带我妈出去旅游 正好我不业了吗 带我妈出去旅游 他就旅游的途中他就问我说 你能不能就跟我们说实话 我就跟他说了 嗯 说了之后呢 他们可能是因为之前有过这个一年一年多的 缓冲 嗯 对他们就 因为当时 眼泪啊这些东西 嗯 但是没有没有任何过激的 嗯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疑虑还是说 因为他们他们觉得幸福的生活是那样子的 嗯 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 他们担心我会不幸福 他们会觉得 哦 男人要做男人的事情 女人要做女人的事情 这样的家庭才会幸福 就是就是我会跟他说 你看我们也在一起很多年了 这就是 这就是我的一个决定 我也不在征求你们的任何的意见 嗯 你们就祝福 当然好 没有祝福 我们也嗯 就是这样子了 我也不在乎 嗯 就是他们他们是是是非常非常开明的人 嗯 他们两个还会互相互相劝 互相开解 很棒 就抛开要不要出柜这个事 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啊 嗯 如果说出柜的话 我发现就是说 嗯 比较好的成功的出柜案例 基本上第一个就是 嗯 互相要有一些心理的预防针 啊 就是你对父母可能要抱有一个 比如说最坏的打算 对吧 就是如果父母不接受怎么样 同样的 我觉得父母可能 其实他他主动跟你聊这个事情呢 他自己应该也有一些最坏的打算 就是 是不是就是 呃 不管因为你什么原因吧 对吧 他他也他也 他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从你嘴里听到任何他觉得 呃 很荒谬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话 对吧 其实他也是有些心理准备的 啊 我觉得这样其实 人因为人无非就是对于特别陌生的 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会有恐惧嘛 对吧 如果有一些呃 这个心理安慰啊 包括呃 这一年 我觉得他们可能自己也会主动去了解一些 对吧 这种各方面的情况和知识 其实了解过了以后 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个缓冲 都会好一些 第二个成功经验 我觉得说 可能反过来就是我们作为子女 反过来给父母一些 不能叫心理安慰 我就是心理建设吧 对吧 首先这件事情不可怕 第二个呃 就是 对呃 的确就是异性恋的这个传统的婚姻家庭的模式 它是有个轨道的 对吧 但即便呃 大家也知道 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现实不只是中国吧 全世界可能呃 大家结婚的年龄都越来越晚 对吧 都不想要孩子 呃 所以传统所谓的这种比较典型的刻板印象的这种一夫一妻的经典的这种呃 结婚生子的模式也在改变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本身他们可能也是有些思想准备 不是说呃 我我我不是同性恋 我就一定要结婚对吧 呃 现在很多一性也不想结婚 像像我们家族里面 离了婚的人里面也已经有三个了吧 对啊 对啊 就是说 就一定会保证你幸福 对 所以传统轨道不意味着幸福 对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都是需要 哪怕你不是同性恋 你可能也需要给父母做这些心理建设 对吧 告诉他们 我自己的幸福归根到底 还是我自己去选择和负责的 对不对 呃 其次就是说 呃 是 可能呃 同性恋可能会增加一些 呃 你的困难和成本 但也不见得不能克服啊 啊 对 就我觉得就需要去跟父母说这些话 嗯 这也是一个timing的问题 嗯 我我在跟 我们两个在选择出柜的时候 其实都是自己 相对来说已经比较独立了 嗯 不再需要从父母那里获得什么 对 我完全可以接受说 就是最坏的情况 转过头在想 我 我未必真的能够接受那样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我跟父母的感情非常非常的深 嗯 但是呢 就是 是是当时我觉得自己有 有足够的独立性 就很多 我见过 我见到了一些年轻一点的朋友 听说他们 出柜之后的故事 我觉得还是 哎呀 那也是要慎重一点 不能说 啊 因为我是对的 就 就这样去做 有的时候 他也不是对错的问题 你知道 这是对的 但是他 他有一些事情并不是 并不是简单的对和错的问题 对 我我之前在微博上也分享说 嗯 不管你要不要出柜吧 但我觉得就是 呃 身为LGBTQ的一员呢 呃 我觉得 你成年以后啊 有两点要面对 第一个就是说 呃 你是不是真的从原生家庭独立了 啊 这个我觉得你即便不是LGBTQ 呃 是比较容易被掩盖的吧 因为东亚的这种 就是父母跟孩子都很容易捆在一起嘛 对吧 甚至在情感上 在经济上互相绑架 呃 那么如果你首先要真的独立的话 你才有资格去跟他们讨论很多事情啊 就是我们是两个独立的成年人 而不是说 呃 因为你父母给了我生命 然后把我养大 不拉不拉 我我好像要尽孝 对吧 就是我是持 呃 父母无恩论啊 父母无恩论不等于你不可以跟父母有很好的关系 和他们做朋友 我只是说 不存在传统意义上 就是说你要报恩这种 这种概念 知道吧 因为报恩是一种 我觉得非理性的 无条件的说 呃 呃 老爸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对吧 儿子赏 呃 这个爸爸赏儿子一个耳光 我就要听听我老爸的 就这种东西 我觉得就太太原始了 对吧 就是不太理性 对所以 所以独立 我觉得无非就两点嘛 第一点就经济独立嘛 说穿了 对吧 你自己不问家里要钱 呃 然后呃 你自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有自己的职业领域了 对吧 那我觉得你能在社会上自立了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你觉得说 哎 我可能 呃 买房 我首付还要我爸妈出啊 对吧 那这个很容易经济绑架的 非常容易经济绑架的 因为父母会觉得说 那我们凭什么给你这个呢 我们给了给了你钱 我是不是对你的 私人生活就有发言权了呢 对吧 事实上你去想一想 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 呃 所以我觉得经济独立还是挺重要 第二个当然就是 更大层面的心理学的问题啊 就是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 啊 这个我们就另说 反正就是我觉得 其实经济独立还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硬条件啊 如果你自己没有经济独立 呃 当然出柜有的时候也是意外 对吧 呃 那你得考虑清楚你的立场啊 你到底多大程度上 需要依赖你的父母啊 还是说你就是呃 选择你要做独立 因为客观来讲 我不觉得所有的LGBTQ 都能很独立啊 我也见到很多人 他可能就是为了父母 愿意去妥协 甚至愿意去行婚 或者怎么样 呃 这也可以理解对吧 但是我只是觉得说 呃 如果你有的选的话啊 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怎么样对你来说是合适的 OK继续聊 所以那你们选择决定到澳洲这个重大的决定做下了 那后面要有一些具体的行动 对吧 其实就还好 因为因为他到了澳洲之后是有那个 你做教职嘛 嗯 各个国家对于教职人员的身份 办理都比较有自己的 有自己国外的 流程很快 很稳定 很快 嗯 然后我们就 哦 他13年就来了 然后 我的身份其实到了17年才办下来 有时已经到了快要毕业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们也结了婚了 然后就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材料 你们结婚是在澳洲结的吗 所以你在17年之前 在美国 对 所以那你之前在澳洲是以什么身份呢 我没去过澳洲 哦 我之前没去过澳洲 我是 哦 当时大家也都说你 我那么你都没有去过澳洲 所以他先去的 13年就去了 然后你现在国内还是在美国 对 我一直到了17年 我们都结婚一年半了之后 我才 我们才开始同居的时候 哦 结婚后同居 哎 那这个我觉得也很不容易 长期两地的话 你们怎么维持呢 因为大家都说这个 对吧 异地恋 这是一种 这是 very hard的模式 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 你们怎么维持 我觉得我也没有维持啊 就是 就是 就是很正常啊 就是 就是 你很喜欢他 他也很喜欢你 你 你见到的其他人 但是我们也是在一个 鸟不拉屎的地方 嗯 就是你见到的其他人 你都会觉得嗯 差满缘的 嗯 就就也不是说人家就就不好 是是相处起来的感觉 差个满缘 嗯 就是很很自然 所以中间也没有 也没有过什么说 那好辛苦 我要跟你在一起 就不跟他在一起 都更辛苦 就 OK 嗯 问个敏感问题啊 那会有就是 呃呃 就是说自己出去玩啊 或者开放关系啊 这种吗 那我们 不是特别 在意这个问题 嗯 就是 我们没有把 exclusivity 当做relationship的一个 一个前提 先决条件 嗯 当做最重要的那块基石 但是 嗯 是我们是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 就 不会去想这个 这个问题 我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 有了什么胜利 他们需要 我们也没有觉得 特别的 不可原谅 嗯 就就就 还好 OK 那我觉得还是因为 呃 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已经比较成熟了啊 我觉得 对对于这个问题来说 可能 刚才恋爱的人啊 或者恋爱经历不多的 呃 gay couple来讲 会是一个问题啊 可能对你们来讲 呃 你们可能 没有 没有正面的去 讨论啊 但是实实践下来 都没什么问题 那OK 它就不是个问题了 嗯 还是还是有些共识 就是就是 注意安全 哈哈 OK 哎 这个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呃 couple之间 还是要有一些 就是不能叫底线 或者说 有些约定吧 对吧 你们的约定 比如说注意安全 怎么算注意安全呢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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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注意安全 戴套 啊 对 OK 啊 因为我我我我我可能还是还是想说的很具体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对于这个对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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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经验的人来说还是很重要 我们要传播健康积极的性观念 OK 好 好 那哎 那你所以你们你们结婚在美国结的是吧 就领证吗 对 我们在美国结的 嗯 分分周我们周结婚很容易的 你打电话说哎 我们要明我明天想你结个婚吧 那边就说好了 明天时间我们来吧 你就过去看看看这是我们的证件 他就说好 你们结婚 哎 所以所以你们呃都还是中国护照对吧 然后用结婚也是可以的是吧 对对对 他所有承认 他是留情人的国家其实都承认你们民事结合的关系的对吧 哦 这个这个 这个我还没有没有研究过 因为我们只在美国结个婚 我们在澳洲也没有结婚 澳洲好像比较重视你们的婚姻事实 而不是特别在乎你们那个结婚证 就是嗯嗯嗯 如果是很多国家都是 对对他们 比如说你要申请申请一个办理签证哦 嗯 就是你拿出一张结婚证并不是就万事大吉了 嗯 你应该还要再提交一些其他的证据证明 你两个人在一起 是是是是 你们俩一起生活了 有这些证据 就反过来说你有了那些证据没有结婚证都可以的 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也是移民的 问题吧之前有很多假结婚嘛对吧 所以他们也是看你们到底有没有适时婚姻嘛 认认定你们这个适时伴侣的关系对 嗯嗯嗯 因为你你大概是我了解到就是异地恋最不痛苦的最不痛苦的人 对一般来说异地恋要么就是大家哎呀我很想对方要在一起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个那所以呃真实的在澳洲一起生活对吧同居了以后你觉得跟之前异地恋呃最大的差别什么是不是又有新的东西要磨合了还是怎么样 肯定是肯定是肯定是有要磨合的东西就是但其实在我们我们在一起的前两年一年多吧就是其实是摩擦出乎意料的少 嗯就是就是我原来我们在我在同居之前其实想过说哦现在要一起住这么久了肯定会啊经常吵架呀很多很多毕竟睡一张床是吧他放个屁你都知道对对对嗯对我们我们那时候会想到很多我是做了很多心理建设但其实遇到的困难我比想象的少就还是人还是蛮对的嗯嗯嗯 然后我当时没有工作啊当时刚到澳洲的时候我没有工作嘛去找工作也是也是也是哎老公养我哎呀这个我要舔死了狂撒狗粮我刚去的时候他是说他要养我的呀他嗯那时候我没有工作我很我很着急嘛每天都很焦虑他会说哎呀没关系不工作就不工作我也可以养你看嗯其他人嗯有的人也不工作是不是你看那谁和那谁他们俩也是一个人工作咱们现在欠也够花是不是两个人两个人 妈呀妈呀这么好的老公哪里找啊各位听众这个狗粮吃饭没有哈哈哈哈这个两年他就他的口风就变了每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想要赚足够多的钱来聊我呀你什么时候想让我不用工作好了也不相信错了哈哈哈哈男人呐嗯男人变了哦嗯严厉的控诉哦OK啊所以所以那你们同居在一起以后呃你跟我举个例子啊发生过最大的一次摩擦是什么样的啊 哇这个不能不我们最大的一次摩擦是嗯我们最大的就是非常奇怪最大的一次摩擦是因为一个某些大事件哦2018年的时候发生那件事情我对那件事情的反应非常大哦好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那件事情非常不可介绍但是他觉得他觉得你有病吗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就是好那次是我们吵这是是我有记忆来我们吵的最严重好那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反正就是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对吧是对 对某一些公共事件的观点不一致是吧我想这是这是我们两个其实非常非常非常我们我们几次大戴很好都跟这个都跟这个东西有关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对哎呀非常喜欢对公共事件在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态度的人有很强烈观点的人啊对他会觉得那些事情跟我们很没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嗯特别说我们已经都我们住在澳大利亚对吧嗯我我们的那些人肯定是我分 我那时候也非常生气但是这几年因为重金越来越多的家庭这边需要耗费的精力越来越多我今天也也也同意他的观点可能之前态度那么强烈是因为我会觉得自己跟那边的联系很很很紧密我会觉得嗯这个这个联系非常紧密后来我就想说好像也没有必要觉得自己自己跟那边的联系那么紧密对吧嗯把这个把这个心结一解开就觉得嗯就就就就嗯看客戏啊 嗯也没有什么挺好的明白明白就嗯就现在是这个态度嗯OK下一个话题啊你们是你们是什么时候又决定说哎要孩子啊然后呃找代孕的因为我觉得说呃这个应该也是非常多人感兴趣也很羡慕你们的啊就是呃我们其实对吧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然后又要有孩子了对嗯我们我们一直都挺喜欢孩子的嗯我们一开始首选的是想要领养 然后我们嗯我也就我也跟家里人说了说我们想领养一个孩子嗯家里人也同意了说领养一个孩子那就是那就是咱们的孙子对吧嗯照顾他但那个时候呢就在打探就就在打听领养的消息的时候吧也是蛮挺绝望的吧嗯那时候刚好我有一个我有一个主管我的主管的主管他已经白中年白人顺职男你知道吧嗯就是然后他有一个小女儿在前些年的时候 就去世了嗯因为因为得病去世了然后他也一直在领养孩子一直想要领养一个孩子嗯他跟他他老婆都是40多岁吗已经有一个女儿了然后嗯还想再领养一个女儿他说他已经排了七八年了吧就是没有这个这个这个没有人让他领养嗯澳洲这边呢因为社会比较福利还算不错社会保障也还算不错嗯然后就孤儿可能都很少啊嗯对就是就是 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要你领养嗯就还蛮难蛮难蛮难找到的然后如果我们说考虑下去海外领养刚好我们看了一下绝大多数的海外国家就你如果去海外领养一定要通过他官方的一个指质去对接嗯才可以如果你要这样去领养的话呢就他们绝大多数的国家也不给这个同性的去领养孩子所以我们最后就说那考虑一下代孕吧 这些事情确实是确实不是特别的无奈的选择也不是不是不是特别的为proud of it就嗯对我来说其实还是一个还挺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挺惭愧的一件事情但是嗯嗯就就像我说的它是我决定做的一件不光彩的事情那决定了就是决定了嗯嗯那决定了以后呃可能是不是呃操作起来其实也遇到很多问题啊时间也很长是吧 这个我们我们的经历就就不方便洗手但是我们的经历的人好多人就说那算了哈哈哈哈哈哈OKOK反正总之经历过这么多之后最后是呃两个宝宝对吧对嗯那很幸福啊一个是你的精子一个他的精子对对对那很不错啊啊那所以呃养宝宝的话是不是两个奶爸又又觉得遇到很多问题因为我看你 分享的都是啊这个带娃好辛苦是是真的很幸福我们我们有过准备然后呢就是我们做好的心理建设嗯然后我们还得到了父母包括他他的老妈我爸妈的大支持嗯非常多的支持嗯但是遇到的困难还是比我们就是这件事情的辛苦程度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要要要大的多来来来来劝退一下 呃呃呃呃有些把这个对吧代应想的太简单养孩子太简单的这个这个同学们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辛苦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大概一晚上都没有睡吧嗯睡了两三个小时就没有深度睡眠就是一闭眼睛孩子就哭一闭眼睛孩子就哭就是他们现在两个多大呀一个这还是老大在跟我爸妈睡嗯嗯 我们只是带了二老大最近在长牙他就很不舒服然后就是每个一岁三岁是吧对对啊所以他就一长牙他就不舒服不舒服的话你就要起来去他就睡睡白天的时候还好你都在笑一笑就没事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他那个牙再往里长他就嗯又疼又痒了所以不舒服他就叫叫一叫你就想你要起来看一下他怎么样了嗯是吧嗯就是就是蛮辛苦的嗯然后你有了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发现 家里面家里的家务活突然就变得特别特别多嗯就是因为看孩子你孩子现在又能跑中跳的你另外一个也能爬了永远都需要至少一个成年人在盯着一个孩子嗯嗯这个这个东西就是孩子跑到哪你就跟到哪要不然他就把自己嗯伤到自己嗯嗯然后同时你还要做饭对吧嗯然后有了孩子之后孩子经常会弄脏自己的衣服你要跟孩子洗衣服嗯孩子弄脏了自己的手啊上了厕所呀 你要不停的给孩子洗手洗脚洗屁股 嗯 就是就是这些东西听起来非常 但是他很累的孩子也不是一个轻车的物件 对吧 但是他是一个二十多斤三十三四斤的一个 一个注目 你要不停的洗 然后你要陪他玩 孩子说爸我要去出去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就骑跑了 你在后面叫跑着追 对吧 但大部分的其实我爸在跑着追 就是照顾一个孩子 大概相当于1.5份全职工作 我想他大概小时 对所以这还是 这还是你父母和他的父母都都都在输出的情况下 是吧 嗯 是就是他们大孩子 晚上大不了跟我爸妈睡 然后大不了跟我睡 我们白天还是要工作 哎我是你采访的第一个工职业男性是吗 嗯 好像是吧 怎么怎么怎么定义职业男性 上次就是失业了 啊 哦对啊 上次就是失业了 对对对对 他现在是他现在是带岗女工啊 哇这个刀补的好 对对对对对 嗯 我刚刚成为职业男性 今天是我工作的第一天 哦啊你换了换了一份是吧 刚是失业嘛 我去年行业明灯干垮了四家公司 好吧 好吧好吧 呃这个有意思 所以所以你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是呃呃呃呃就是两家人对吧 呃那个他父母你父母啊 然后呃 对他他爸爸不在了 哦哦他妈啊对 然后然后两个娃娃这个一大家子人呃一大家子人摩登家庭 哦摩登家庭 七个人在一起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嗯 一个好处是他妈妈的自动化都是很好 所以就限制了限制了交流的频率 对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 因为他他家里是福建对吧 你家是东北哈尔滨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怎么说一南一北的组合啊 这个你跟我们聊聊很有意思啊 我记得你还在微博上分享说什么喝酒喝猫啊什么的 这个他老丈人 一般大家认为南方人都很温柔啊 什么南方小土豆是吧 什么南方小土豆明明是土豆酿的福特家 就是就是嗯 以前他跟他妈妈说话的时候我就会经常想 你为什么要跟你妈妈吵架 你为什么要跟你妈妈吵架 你就不能跟你妈妈讲话是温柔一点 他说你要我们我们每来讲的就是这个味道 嗯就是就是这么对 对我发现闽南语吵架其实挺凶的啊 嗯 你应该动过也是这么一样 干你你应该吃饭的 看你很浪财的 对真的真的真的 特别特别有意思 嗯 那个我爸妈跟他老妈刚刚刚刚见面前两天 我爸是一个酒鬼 嗯 就是每天晚上必须要喝酒的那种 他们我妈也会喝酒 然后他就会觉得正常人是不应该喝酒 他喝酒就让一下那个那个我愿意 嗯 大姐你要不要也喝一点 嗯 我愿意第一酒不沾对吧 嗯 就不喝 嗯 然后呢我爸喝喝酒就觉得没有人陪我喝 好没意思 嗯 乌野过来 哈哈哈哈 那那那那是会 如果如果他要会 嗯 问问那个我愿意说那个大哥 你家大哥如果在世的时候 是不是能喝点酒啊 喝不喝酒啊 嗯 我愿意就非常生气 嗯 就是喝酒喝死了 就就就就就就就搞得很尴尬 但是但是科基能喝呀对吧 所以科基能陪你爸喝呗 他可以 但是我发现他在他在有岳母面前会收敛一点点 哦 我不知道岳母是不是会说的 但是好处是呢 岳母不会说我 他说我呢 也是要通过科基来说我 科基又从来不传达给我 嗯嗯嗯 哎呀 好妙啊 你这个就 婆媳关系顺便 瞬间就很顺畅 完全没有婆婆的压力 哈哈哈哈 但是我这个人也是比较厚 你知道吗 就是觉得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呃 呃 男童本来这个婆媳关系就很难像传统的婆媳那样 对吧 影响婆婆给给儿媳妇最大的压力是啥 无非就是 怎么还不怀上呀 哼 怀上以后怎么怎么不生男的呀 是吧 对吧 这个 你完全没有这个压力吗 子宫都没有 这个 这个压力怎么来 嗯 我们觉得女孩 女孩才好 对吧 两个男孩真的是要 要要 输得 嗯 好呀 哎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一个 呃 很怎么说 会让很多人羡慕的案例啊 两个人一起到 呃 第三个国家 因为我觉得这 这个选择其实客观上来讲蛮公平的吧 对吧 就是大家都从 从从零开始 然后互相付出 对吧 然后呃 你没工作的时候 他他养你 然后呃 双方父母也都彼此接受 然后现在七个人对吧 住在住在一个耗子里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所以我说今天是一个呃 来输出正能量的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觉得怎么怎么怎么国内同性恋这么苦啊 呵就是动不动对吧 动不动就是各种各样什么哎呀 跟父母决裂呀对吧 或者什么在学校里被欺负霸凌啊 呃或者什么去看个演唱会都不能举彩虹旗啊 对吧 都是这种就莫名其妙的这种消息啊 所以我觉得呃 我一直觉得还是要有正面的案例啊 让人觉得就是幸福的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啊 我们在这边认识好好几对朋友吧 嗯 我刚来的时候就认识好几个朋友 我们去平时在一起打打球什么的 嗯 就在一起十年二十年的朋友其实还蛮多的 嗯 我也不知道是 这个因为我没有在国内生活很久 所以我不知道国内的类似的案例 但我会觉得在这边 还是蛮蛮自然的一件事情 包括我在见到同事 大家问你哦 你家庭状况怎么样 就跟他说我有个老公 嗯 对因为毕竟是同婚合法国家嘛 对吧 而且是西方国家 所以本身这个东西 嗯 就像你说的澳洲本身也很chill 对吧 嗯 又没这种 他们就不会不会来judge你 对吧 西方人还是比较强调个人自由 对 那呃 我觉得可能普遍亚洲来说吧 不光是中国吧 对吧 亚洲来说 可能同婚还没有合法的国家 对 我一直说日本 日本号称是这个 这个亚洲最发达国家 结果这个G7国家里唯一 同婚还不合法 对吧 就是非常非常落后的一点 每年G7开会啊 包括什么APIC啊 这个呃 西方领导人 包括欧盟的什么委员长 都会点名批评日本 是吧 说你们这个LGBTQ权益 一点都没推动啊 所以我觉得 呃 对于很多亚洲的家庭来讲 还是有有这个问题的 呃 所以 嗯 我的一个猜测啊 就这个东西 它可能跟你的 经济发展水平 关系不是很大 嗯 它可能更多的是 跟你社会的 多样性的水平 对 关系高一点 因为像日本 其实还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 封闭保守的国家 对对对 文化上非常非常传统的国家 对 我就可以对 就像中国 你现在 他他他归根到底 其实是一个民意的体现 对 这个我 这个我很同意 你可以你可以 你可以主观的推动 什么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说 呃 因为中国这就比较复杂啊 我觉得就就就就 不说太多了 不然可能又又不能播了 对吧 你也知道我 微博上有些观点是 对 是很犀利的 但我觉得你 你你刚才说的多元化啊 这一点我很同意 他其实 经济当然要有一定的发展水平嘛 对吧 毕竟如果呃 人都吃不饱的话 可能就是温饱这种问题 可能更靠前一点 对吧 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可能会往后放一放 呃 但的确到了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以后呢 我我同意就是社会多样性更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泰国就是啊 泰国很有可能 应该是没有悬念 很快会通过他们的那个同婚法案 而且泰国的同婚法案比呃 台湾的更好 因为台湾其实没有去修改 他们的民事婚姻法 呃台湾其实是修专法 就专门给呃 非异性恋的婚姻 专门修了个法啊 等于是在呃 那个婚姻法之外 去去修了个专案才通过的 对而且 他所以他里面有很多问题嘛 要打补丁啊 就是包括你刚才提到的收养的问题啊 呃 包括如果一方是外国人 一方是呃 这个台湾人对吧 那怎么怎么去弄等等的 他有很多补丁要打 但泰国这个就很明确 他就是修民法啊 他就是修现在的婚姻法的定义 就是把原来的这个一男一女啊 改成呃两个自然人啊 去去去结合 所以呃 他其实包括我觉得还 我还看到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他现在在国会 一读通过了 因为一般来说都三读以后通过嘛 那一读通过以后 他在修法的过程中 呃 他是成立了一个听证会嘛 啊 要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 他这个听证会是特别要邀请LGBTQ群体的人啊 问你们来 你们因为你们是这个法案最直接的受益者 对吧 所以你们一定要自己来发声 觉得这个法案有哪些好 哪些不好啊 哪些条款可能需要做一些细微的修改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就是呃 所以我觉得本身跟泰国有关系啊 就泰国本身应该是成为呃 本来理论上应该是亚洲第一个通关合法的国家的啊 如果不是因为之前那个 军事政变啊什么的 把这个事情耽搁下来 嗯 对所以这点我是很同意啊 就我觉得呃 跟社会的多元性啊 是不是宽容的呃 比较包容的社会有关系 嗯 对 跟重点还是民意的一个体系 对对 因为你想呃 泰国本身对吧 就是呃 我我我第一期节目也说 他他看上去有很多保守的地方 但其实事实上有 有很多灰色地带 大家也不管啊 事实上又很开放很包容 大家呃 就微笑的国度嘛 你想为什么每个人能微笑 没有人强迫说你必须笑 对吧 笑是不能强迫的事情 对 那真的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 呃 比较平和 对 没有那么多 苦大仇深的事情 对 所以所以就就就很容易 很 easy easy going 对对对 最后的话 我希望呃 马特叔叔给这些小朋友啊 小朋友一些建议啊 哈哈 我不是小朋友吗 你你你你不要装了 你不要装了 你现在是全职奶爸啊 很辛苦的全职奶爸 你给小朋友一些建议 对吧 我们刚才其实当中也带到很多 对吧 就是感情啊 婚姻啊 怎么选择啊 我觉得你给一些建议吧 如何维系一个 长久稳定的呃 同志伴侣的关系 对吧 对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的还是要勇敢一点 嗯 我觉得我们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很少有人看好我们说 哇 你们两个离得这么远 嗯 然后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新加坡 嗯 对 就就就 将来两个人的未知性都还很大 他在做博客 我在读博士 毕业了之后去哪个城市 大家都还不知道 嗯 然后 对 也没有 也没有说谁能敢跳出来 就说 哎 未来的事情 不用担心都包在我身上 对吧 而且你们见了一次 就确立关系 对吧 你们见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见第二次是 当年的圣诞节 对 就隔了很久了 对吧 对 隔了八个月了 嗯 嗯 就我 我是觉得还是要 勇敢一点 相信自己的感觉 勇敢 就是 年轻的时候还不会 不要考虑太多 现实的问题 嗯 然后 还有一点 我觉得就是 正确的衡量一下自己和和和自己的感情中能能够获得的东西吧 嗯 就不要不要觉得自己就是多了不起嗯 就是 很多在感情中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的并不是那么的原则性 该不是飞黑即白的 嗯 要要要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一下 嗯 对 并不是说自己坚持着那些以为自己很重要的东西就一定是那么节目可摧 那么不可改变 嗯 这一点我要稍微批判一下 嗯 我们男同志啊 后来发现自己后来发现自己是gay对吧 然后出柜或者说自我认同以后 其实你在社会上还是有男性特权的啊 这种男性特权是呃 无所不在的 所以呢 呃 我们的恋爱模式呢 但是又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呃 男生和男生恋爱的这个 现在可能还多一点 就影视剧啊 小说啊 对吧 我们看的都还是这种异性恋的 那你会忍不住的去带入呃 男主角吧 呃 我觉得可能主动带入女主角的会少一些 虽然《正环传》里大家都会觉得去去去 就把那些宫斗戏当段子讲啊 呃 然后会觉得母或者怎么样啊 但实际上呢 呃 你想的 你幻想的还是就是说呃 自己是男性特权的那个角色 你明白我说的点啊 就是所以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点是需要修正和和反思的 就是说 哪些是所谓有毒的男生的 子乞丐 其实你作为一个gay 你本身就可以跳脱出这个性别来去修正这个 而且你应该比那些 钢铁直男更容易去反思和修正这一点 而不是说呃 我在一个同性关系里要扮演一个像 异性恋里面的那个男性那样 啊 我是老公啊 就是 你就是老婆 我是老公 我是一 就这种非常刻板的关系 你懂我意思吗 嗯 你如果 还蛮奇怪的 因为我现在接触到的人已经已经很少有人有这种执念了 是吧 我得承认在在我早岁时候的时候 就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自己会有这种这种想法 不觉得 嗯 那是一 嗯 挺挺慢的 挺一的 哈哈哈 但是但是后来就后来就不会了 就是他其实是给你自己的一个枷锁 你知道他不会让你更幸福 他只会他只会让你让你困在一个固有的模式里面 不停的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对 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 然后让你自己去配置进那个那个那个模式里面 对 那样的模式去思考去行为 但但你意识到其实是你有自由突破这个这个枷锁的时候 甚至跟你的兴趣向的有关 你会发现你可以做一个更自由 更更完整更自信的人 对 就你的信心不是来源于你 建设了一个一个传统的模式 而是你相信你自己就是一个很棒的人 嗯 我们我们年纪都上来了嘛 我们周围的人也都比较成熟一点 对 所以他们没有那么那么愤青吧 或者说 嗯 不会不会那么那么暴躁和和和和简单 我觉得也是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经过很多淘汰和选择了 我相信我们现在朋友圈都已经是我们比较舒适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环境了 对 同温层吧 对对对 但我觉得因为我还是经常会会会看微博啊 然后微博上有很多账号会转发各种各样 很很匪夷所思的这种这种信息 我就会发现这个的确还是大量存在 的确还是大量存在 对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让更多人听到啊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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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啊 对 OK 还有还有tips吧 刚才说了两个还有吗 哎呀 是不是凑三条感觉算是 思考的比较成熟 对 不够三吧 一般来说都是三条 这叫做practical 就是好好做饭 好好什么 好好做饭 好好做饭 哎这个点很好啊 哎这点很好啊 这点很好 因为我就是一个指挥下方便面的人 对吧 这个你要好重点的提醒一下我 嗯 其实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我会觉得两个人好好做家务 就是嗯 在一起同居的时候两个人都好好做家务 然后主动承担 嗯 对你会两个人都在为这个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嗯 而不是光是想自己怎么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 嗯嗯嗯 可能就会渐渐的更有一种责任感 更有一种家的感觉 嗯 慢慢的就一开始就可能会觉得啊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 好麻烦 好麻烦 嗯 但是时间久了就会发现 哦 那现在我好像断言了不是一个个人的角色 而是家庭中的一分子这样的角色 这点我很同意 这点我很同意 因为我觉得嗯 我们两个人就是会有分工嘛 啊 因为他嗯 他是会做饭 他做饭很好吃 对 但做饭完了以后 这个刷锅喜欢很多 因为他很怕蟑螂 然后曼谷你知道就是说 小强特别大 对吧 特别吓人 所以 这因为你那里没有蜘蛛吗 没有没有没有 对澳大利亚更吓人 对吧 什么马桶翻开来有个蛇啊 有个蜘蛛啊 说不定还可以跟袋鼠练练拳击什么的 是吧 对我懂 对所以他很怕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有强迫症 说哎呀 我我今天如果做饭了 我一定要把锅碗瓢盆完全刷干净 你知道吧 对所以 所以我我我我刷碗 偶尔会刷 但是但是比如说我们家外卖 因为我外卖是不能送上公寓楼的嘛 呃都是在那个lobby的 对我都是我下去拿 快递呀 外卖一定都是我下去拿 对呃 我们是有分工的 对扔垃圾也一定是我去扔 我们倒不用没有换灯灯泡 但是有过这种就是什么爬高啊 或者拿什么东西修什么东西 这肯定是我 对我动手能力比较强 对对 所以所以什么组装家具什么 这也肯定是我来 对那我觉得的确是要有配合的 呃 因为我我想举的例子是反例 就是呃 我我身边呃 有个弟弟啊 谁听谁知道 我不点名了啊 就是 他就是妈妈型 知道吗 就是他谈恋爱 就是他觉得 不管对方年纪比他大小还是怎么样 他就把对方照顾的无微不至 他是个妈 你懂吗 那那这样的这样的性格 很容易吸引什么样的人呢 就非常容易吸引妈宝男 你懂吗 就找了个男朋友 还是找第二个妈 啥啥分不清 就他把他把男朋友伺候的太好了 然后这个男朋友就就就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你懂吗 就就就专很跋扈的这种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健康的关系啊 就是至少就算是你很愿意承担家务 然后对方也很享受 他至少得感恩吧 对吧 他知道你在付出吧 不能觉得这个理所当然的吧 对吧 如果真的是理所当然 包括出去吃饭都是都是一个人买单 呃 所以然后所有的家务都是一个人做 所有的这种家里的事情都是一个人在操心 那你们不是一个正常的伴侣 对吧 就真的变成了 你的感情中两个人都有参与的才行 对啊 对啊 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伴侣关系嘛 所以我其实倒是想说另一种极端就是 你们这些想爱当妈的 醒一醒 呃 不要不要找儿子 不要找妈宝男啊 这种单方面付出一定是没有结果的啊 一定是会分手的 而且一定是呃 要撕的啊 我我我看到过很多案例了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其实 对我觉得很很实在 呃 其实也很重要 就两个人要主动去承担 啊 好啊 那今天就就聊的差不多呗 然后我们这个podcast我要留点小传统啊 因为呃 我这个播客叫太美丽 对吧 呃 呃 虽然你你来了一次泰国也没好好玩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让呃 嘉宾问过一个问题 那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 嗯 如果要你挑他身上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 最大的缺点啊 嗯 最大的缺点 嗯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这都不是缺点 我觉得就是他这个 他他他他有些性格特质吧 但其实我是能包容的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会过度焦虑啊 他会过度焦虑 因为他呃 每个人的原生家庭不一样嘛 对 有他他可能会有一些童年的trauma 然后呃 所以他会有抑郁症 对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我们两个人当中呃 比较会呃呃 担心的那个人 对 就忧虑感 焦虑感会比较强的那个 对 但我觉得 这甚至谈不上是缺点 因为我觉得我我一开始跟他在一起 我我我很快就会知道这一点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十二年 今年迈入第十三年 其实我们一直在呃 共同面对和和解决这个事情 甚至我觉得是不是我可能做的还不够 缺点就是你们共同面对的一个困难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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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 嗯 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嘛 或者说都有一些性格特质吧 对吧 我现在都我现在都不太愿意非黑即白的去讲问题啊 就是这就是一个性格特质 那那忧虑有没有好处呢 肯定是有好处的啊 因为我们在上海分城的时候 呃 他如果不是因为他很很忧虑 去囤很多东西 呃 对吧 真的真的 而且他会做饭 我们可能也会面临说 断粮的危机啊 或者说就是有了上的没下的那种 真的会有 呃 但是因为他 忧患意识非常足 我们囤了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整个疫情期间 其实呃呃 还是还是过得比较好的相对来说 嗯 对对 不不缺吃穿 但这个呃 危机意识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过度忧虑呢 呃 会不快乐 对对对 因为我是一个乐天派嘛 我基本上都是船头乔乔和自然直 对 然后会想很多办法去解决问题 我是一个喜欢解决问题的人 对 但不会去提前忧虑的人 但我觉得这点某种意义上也会变成一个我们很互补的点 对对 呃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要倾听和相信 他的忧虑是有原因的啊 所以我能够吃他的部分是我更多的去想 呃呃 如果你说的忧虑成真了对不对 那我你看我这里有ABC三个解决方案啊 呃 那个你不要担心对吧 那么我我觉得我们就互相的去那个 我不一定也也不一定对对吧 很多时候我的解决方案可能也也也不对 没关系对 就是保持一个沟通和交流我觉得挺重要的啊 所以我我现在更多的是鼓励他说你有什么焦虑你要告诉我 嗯 我们定期沟通 然后我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不能太乐观啊 这是我提醒我自己的点啊 我我得有更严肃的plan b plan c啊 这个是点 对但一般嘉宾都会问我跟泰国有关的问题 你问我的是感情问题啊 今天一直在谈感情的问题 对啊 这期的主题就是什么 我的我觉得挺好 嗯 紧扣主题啊 就是就是如何如何长久的呃维系伴侣关系啊 我觉得这个我们肯定以后还可以再慢慢谈 今天就是开个头啊 好你要去带娃了 我已经开始精神 我已经开始精神恍惚 对我已经我已经隐约听到他的那边骂了 嗯 晚上去吧去吧 对所以哎 所以下次有机会的话 希望是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你跟科技一起来对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只听了一面之词 我一定要再听另一个人的说法 不是这样的 他胡说 你要专专门访问他 你给这期先不先不解 你等着下次访论了他之后两个人一起解 啊那那不行 那存活太久了 对照着来 啊没有没有 就下一次我就再再请他做一集对吧 就是大家去对比这个A面B面 嗯 好呀 好呀 那今天谢谢马特叔叔 你辛苦了 你那边已经很晚了啊 我就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那这期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